一发多收的配对方式 首先我们看发射器 连接好发射器的电软设备器 以后等到系统自动启动 蓝灯开始闪烁的时候 按住Reset按钮 10到15秒 清除掉发射端当中存储的配对信息 好 第二步 我们拿一个接收器 和一个一条高清线 一头连接到发射器的HDMI Output档口 另外一头连接到接收器的HDMI Output档口 然后连接好两边的电软适配器 等到系统启动 两边的蓝色灯在开始慢闪的时候 分别按下发射器和接收器的Reset按钮 交替按 按到两边都快闪的时候 表示配对完成 这是和1号接收配对完成 配对完成以后 我们必须要传播断电一次 拔掉发射和接收的电软 拔掉高清线 好 第二步 拿第二个接收器 同样 同样 一条高清HDMI线 一头连接到发射器的Output档口 另外一头连接到 接收第二个接收器的Output档口 同样连接好两边的电软适配器 等到系统启动 两边蓝灯都开始慢闪的时候 交替按下发射和接收上面的Reset按钮 按到两边都快闪的时候 表示配对完成 配对完成后 同样拔掉电源适配器 拔掉高清线 那么二号接收器就配对完成 以同样的方式和第三号 第四号再完成配对 即可以实现一发多收的工作 接下来到 对